Hello大家好,我是Kathryn 模擬市民4在最近的改版中大改了它的主畫面 整個logo的風格還有獨曲畫面 所以它改版之後的獨曲畫面是長這個樣子的 看起來顏色是比較鮮艷比較飽和 藍色底搭配綠色的新的水晶椎 不過這個獨曲畫面即將要做更改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馬上來一起看吧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改版之後新的獨曲畫面 就是新版的比較閃亮立體的水晶椎 然後搭配比較飽和的藍色底 跟以前白色底的獨曲畫面樣子是差蠻多的 以前的白色看起來是比較簡單俐落的造型 才變成的是比較活潑的鮮艷造型 那模擬市民4他們是說因為遊戲五周年了 所以他們希望把整個介面整個感覺改變一下 帶給玩家一些新鮮感 這樣即使這個遊戲已經五年了 還是讓我們有玩新的遊戲的感受 所以他們大改了整個風格 不過當新的獨曲畫面上線之後 有蠻多玩家反應說新的獨曲畫面 看起來讓眼睛很吃力 對眼睛不是那麼友善 所以說模擬市民4他們已經公告了 他們即將要修改這個獨曲畫面 模擬市民4的獨曲畫面即將改成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比較沒那麼飽和的深藍色 有點藍灰色調的感覺 那你們覺得新的這個獨曲畫面顏色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還蠻好看的 看起來我覺得真的是對眼睛比較熟悉一些了 看起來沒那麼顯眼 所以感覺看久的話 如果時間看久可能比較不會有眼睛不舒服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把飽和度降低之後 真的是對眼睛有效很多啊 感覺他們這次大改版就是走一個藍色風格 是吧 不管從主畫面啊 獨曲畫面還是什麼什麼的 都是加點藍色 喔對還有資料片也是 整個都是藍藍的 不過這個藍灰色感覺是還蠻時尚的 我覺得這個藍灰色帶點時尚感還不錯 那這個新的獨曲畫面 會在8月更新的時候正式啟用 所以到時候就變成新的樣子囉 那你們有什麼想法都歡迎跟我一起討論 你們喜歡即將變得新的獨曲畫面嗎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還有不用忘記訂閱 以及有訂閱的話記得開啟鈴鐺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